之前有預言成功的嗎對不對 幾天前有預言過這件事 星期二晚上 星期二晚上 基本上啦 是因為這個我們都很清楚啦 剪掉現在都在做這個收網的動作 那包含這個星期五 就是昨天啦 主持大動作的去收尾關於這淨華城相關的啦 所以我是覺得 預判進行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是說 有什麼不躲內幕或什麼 我覺得這樣子的業餘方事件 只是在挑釁我們台灣的司法跟檢調單位 所以我認為他今天早上六點多檢調按他家門鈴的時候 他不敢開門這種行為 我覺得非常糟糕 他是不是做賊興趣 甚至到七點多的時候 檢調才能夠自己進去 所以我是覺得 呃 就是柯文哲他遲早要面對這件事 而且我認為他還刻意地 帶動一些民眾黨友好的KOL 去做一些挑釁檢調的這些風箱跟言語 我覺得都不好 甚至還有人嗆聲說要號召去包圍所謂檢調的機關 我覺得這些都是給年輕人一個很差的學習 你們說這個廟我都有禮拜喔 我有禮拜的人喔 我絕對不會做牌的事情 那也沒有害人的生活 那你覺得柯文哲 我絕對規劃的事情 我絕對不敢 你覺得柯文哲會給予完翁嗎 我跟你說 柯文哲會給予完翁 會給予完翁 實在是我不知道 如果是我教育大學的孩子 是完翁的 我的孩子 我就叫他們說 他們的什麼檢查我可以去學校問 問學校的老師啊 嗯嗯嗯嗯 高中大學的時候 高中大學的時候 也是幾幾幾幾啊 之前跟我預言說過 對 因為 好像預言成功了嘛 幾天前有預言過那件事 是星期二晚上 對啊 星期二晚上 基本上啦 是因為這個我們都很清楚啦 剪掉現在都在做這個收網的動作 那包含這個星期 呃就是昨天啊 主持大動作的訴訟 與關於這進化成相關啦 所以我是覺得 呃預判進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呃就是說 呃有什麼 不躲內幕或什麼 不看 你自己怎麼看覺得 柯文哲現在包含這邊 幫的牌子都有看 你都會有什麼 在那裡 我覺得就是柯文哲昨天 在他最後一場記者會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無法交代他的經由 也沒有辦法交代清楚啦 所以我是覺得不管是呃民眾 或者是檢調 他們一定看了他記者會之後 發現他的異常 以及不正常的地方 所以呃我覺得這一切 不只是柯文哲自己 正式現金的偽造文書 或作假的狀況 那包含到這個所謂金華城 呃相關的 我沒有涉嫌關於 弊案圖利的部分 那一直延燒到最後 四千三百萬 現金買房子也無法交代 我覺得這是一個連鎖的效益 那當然檢調說要不要收他 他覺得本來只是遲早的事情 那也希望能夠趕快 和讓大家看到真相 也不要讓所謂柯文哲的支持者 等待太久 那他昨天其實還檢查 很快 就是你自己總共有聽到的 而且反正他早上 檢查單位一早就按門門 之後他還是很快 我記得柯文哲 8月6號生日的那一天早上 他言語自己說 有人按了他門鈴 就是送他生日快樂蛋糕 我覺得這樣子的言語方式 簡直是在挑釁我們 台灣的司法跟檢調單位 所以我認為他今天早上 六點多檢調按他家門鈴的時候 他不敢開門這種行為 我覺得非常糟糕 他是不是做賊心虛 甚至到七點多的時候 檢調才能夠自己進去 所以我是覺得 柯文哲他遲早要面對這件事 而且我認為他還刻意的 帶動一些民眾黨友好的KOL 去做一些挑釁檢調的這些 風箱跟言語 我覺得都不好 甚至還有人 嗆聲說要號召去包圍 所謂檢調機關 我覺得這些都是給年輕人 一個很差的學習 所以我以為他會有特別指的 關於柯文哲她說 我估計她說這個 四百五萬超賬費 她都覺得 但是到柯文哲 然後她之前說 李文中前她不知情 結果柯文哲昨天 那個帳子只有李文哲看就好 我會覺得是這樣子啦 其實柯文哲從這個八月六號開始 他一直不願意面對他自己帳戶的問題 而解釋自己的帳戶問題是最簡單的 他用最高的這個呃 視角總是去檢視別人 我覺得是非常差勁的一件事情 他無法檢視自己 那另外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柯文哲很簡單啦 他只要把他的所謂自己個人的存責拿出來嘛 就是陳貝琦最會的 為什麼這一次他沒有辦法拿出個人的存責 甚至還要透過記者跟媒體的揭露 他才願意承認自己有七千多萬的選票補助團 貴到他三種複頭巢 不然他都在裝賞 甚至還有四百五十萬到他私人的口袋 他一直告訴大家 他沒有拿任何的錢到他私人口袋 但是媒體揭露就這麼的清清楚楚 他還想繼續說謊 我覺得這就是他最可惡的地方 他把小草的義無反顧 調成他個人的行動制服 你覺得這就是太可惡了 對不對 你一邊請問說這個黃國昌成的代理黨 是甚麼嗎 就是因為對他 畢竟他選兩包 又強調整個各種可以的地方 對付你現在這個追求 我們認為就是說民眾黨從2019開始 也非常多人辛苦的去建立所謂組織服務的系統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這個中常委 他們也都是從地方組織派出來的代表 那由他們來推舉 我認為他們會推舉 讓民眾黨更踏實的代理主持 那我覺得有非常多中南部的人的想法 跟北部人想法不一樣 所以我並不覺得代理主持是黃國昌 哥媽 哥媽 你有在家嗎 沒有啦 你曾有聽到 因為在柯市長搜索嘛 他曾有說要來我們家的這邊 沒有耶 都沒聽到嗎 嗯 你那個什麼市長搜索 你自己曾有甚麼想法 我告訴你 他不知道怎麼搜索 我是不知道啦 我的孩子絕對沒做那些事情啦 我看他們想他們想怎樣我也不知道 齁齁齁齁齁 你如果是說顧雲你早餘的也好 那就很難料啦 那如果是說政府上的 我自己的兒子 我的孩子絕對潛逼的 所以你相信也是一定是缺萬王的 我當然也是缺萬王的 我哪有誰能讓人給我沒有相信 我不是最壞的事情 沒有 我的意思 我是很信心的人 信心的人 我常常在拜我們城隍爺 聽說廟我都給你拜 我有你拜的人我絕對不做壞的事情 那也沒有害人的生活 你覺得柯文哲 我絕對不敢 你覺得柯文哲會被缺萬王嗎 我告訴你 柯文哲會讓萬王不讓萬王 實在是我不知道 如果是我教育大小孩 是萬王的 我的小孩 他們警方我就叫他們說 他們的什麼檢察我路上 可以去學校問 問學校的老師 嗯嗯嗯 高中大學都高中大學的時候 高中大學的時候 也是比幾幾幾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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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那個高雄 他們 來台大考試的時候 現在 你帶台大吃頭路來考試的時候 那高雄說 啊 你考上了 那個不知道什麼時候我也忘記了 嗯嗯嗯嗯 啊 我是喔 我是喔 真心的跟你講話 是是 啊 看他們看要怎麼齁 他們去辦啦 是是 我齁 我齁 我真的沒有 沒有能力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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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辦的按照 啊 我們哪有辦法 嗯嗯嗯嗯 我跟你說 這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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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歐買跟班喔 歐買跟班喔 是有桌子的耶 是是是 我不是說你累 不是這樣 我絕對不是 我是說是 那種人 我不是說他們這些人啦 他們這些人 我們怎麼會拔的 對 柯仔有聽說檢調 今天要來嗎 沒有耶 啊 我就總統在醫院啊 所以柯仔你怕你 不會回來嘛 不會 好好好